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宝珀表将其重新修复作为制表工坊 成为宝珀公司手工微雕 手动打磨及高复杂机芯的生产地 在宝珀微雕工作室里 雕刻师在工作之前需要精心的准备 往薄金自动涂上微雕图案之前 需要绘制草图 然后将草图案比例缩小 再依次制造一个石膏模型 最后才是根据模型 在显微镜下一刀一刀将图案 落实到细小的薄金自动涂上 在这里我们看到 雕刻师依照订单将尊贵客户的头像 微雕于自动涂上 完成后 这支表就是专属于主人的 独一无二的艺术品 这便是高端人士玩表的至高追求 定制表 宝珀著名的活动人偶春宫三问表 同样是由这里完成人偶微雕的 经学问 这样的定制程序需要两到三个月时间 顾客需为此花费一万欧元 打磨对宝珀表来说是十分重要的环节 在宝珀的打磨工作室 我们发现一件稀罕的东西 薰衣草精油和杏仁精油 宝珀借助精油进行打磨 不惜花费巨大成本 以确保细小的金属零件 呈现最诱人的光彩 这些细节成就了经典 而经典就是这样在眼前被缔造出来的 在厂房的顶层一块照着玻璃的展台内 细细蜜蜜的木格里 陈列着宝珀1735经典款的744个部件 1991年 宝珀表秉承一贯的创新精神 将几百年来手工机械表表意上的六大经典技术 超薄 万年力 月向盈亏 双指针分段计时 驼飞轮 以及时刻分三问 集中融入1735的表壳之内 堪称表弹一项创举 在同一个工坊内 制表师还为我们展示了宝珀的卡互斯尔转盘技术 这项技术与陀飞轮类似 制表师细称它的三层结构为三明治 它比陀飞轮多出十个部件 结构更为复杂 宝珀 精美典雅的外观 满手沉甸甸的质感 内侧表壳金光闪现 表头飞转 轻波激阔 轻弱却清晰的分钟报时 点点敲响 辗转把玩难以释手 宝珀将自己的经典实际艺术 深藏于此 中文字幕提供 置到这尾gi当中文字幕提供 更为了一点 视频 与一片